那為什麼他預設不把開發人員打開 其實當然到底也可以理解 因為這個顧名是開發人員 那開發人員就不是一般人會用到的 所以也就是如果你會去開啟開發人員 那表示說你 即將成為開發人員 或是你就是開發人員 你才會去開這個功能 OK 所以可以理解啦 那當然有些時候你可以看一下你同事之間有沒有 用Excel你會發現有開跟沒開就有差了 所以呢 之前有問過同學說你為什麼來上課 他說因為同學都有開發人員 而且都有按鈕 有沒有那我一個都沒有 而且他什麼就是什麼都沒有什麼都不會 然後看別人用得很順的時候他才問你這哪裡學的 你這是怎麼弄的 然後因為這東西其實說他即便想教你 他也沒辦法 這麼有系統 他說不如你就去上課 然後他才 就是 才知道有這個 方向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開發人員 那 這個功能裡面 有比較重要的第一個 錄製聚集 這個剛剛講過 所以你可以 點擊錄製 NG沒關係 你可以刪掉 所以如果你剛剛NG過 你可以蓋掉 要不然就是你可以從這邊去做管理 這邊不是有刪除嗎 你也可以刪除 你也可以執行 那如果說你想要怎麼樣 看一下你錄製的程式 而且你想要再更近上一層樓 所以今天我們又從函數到錄製聚集 然後如果你還要再到VBA的話 其實你按下編輯 就等同於什麼 等同於你按下這個Visual Basic 因為其實編輯就會幫你跳到這個環境裡面 OK 那當然這也是 我們這個課程 會更困難的地方 那如果你這困難的點 也可以突破的話 那相對的你以後的這相關專業技能 你當然又更上一層樓了 是不會有問題 所以我們按編輯 那你會發現 他就會跳出 一個視窗 這個視窗的話 跟各位講一下 我一般習慣會這樣 把它移到旁邊 然後可以可能把它縮小了 把它扶在上面 讓他可以 扶在isual上面 也就是說我可以一邊看 到底 我後面的動作怎麼做 我再去撰寫 我對你的這個VBA程式 的那個開發環境 那第二個的話 中間這一塊 我一般是把 把它放大 或者點這邊兩下 這樣也可以啦 或者如果他這邊是這樣子 這邊有個放大 放大 OK 再來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 這裡面因為我們錄了兩段程式 所以錄下來的程式他放哪裡呢 特別注意喔 他是放在模組裡面喔 也就是說以後 所有的程式 不管是錄製聚集也好 或者是VBA也好 所有的東西呢 都會存在這裡 叫做模組裡面 那可能如果將來呢 你可能不只一個模組 可能模組1模組2模組 那可能啦 那你以後怎麼開呢 很簡單 假如你不小心關閉裡面這個xx 如果你要開的話 記得呢 再把這個模組 點兩下 又打開了 OK 再來另外還有幾個重點 錄製 兩個 有沒有一個是串接 一個是清除 那他的結構一定是什麼 sub開頭 串接的名稱 小瓜糊 結束的話一定是 end sub 有沒有 sub他的名稱 小瓜糊 end sub 所以這個就是 一個指程式喔 就是一支聚集 等於是一支聚集的程式 然後呢 第二段的話就這個 清除 不過這邊會有幾個問題啦 第一個 字太小了 所以字怎麼把它放大 有沒有 所以一般 建議是工具裡面有個選項 選項裡面有個撰寫風格 請你把9號字 至少大概把它放大到12吧 可能到14都OK 我大概12 這樣看起來舒服多了 剛剛9號字才看得很痛苦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是建議 你知道這兩段程式 不過 有沒有發現 這個單引號開頭的 有沒有 實際上就叫做所有的註解 註解的話呢 就是程式不會被執行的地方 不過它這個註解怪怪的 為什麼給你三 四個 這個單引號 然後 這是什麼 換接聚集 其他意思是說 請你在這上面寫一些註解吧 什麼叫註解 就是 寫給你自己看的 也就是你這個程式到底做什麼 如果你沒有寫註解 下一次你打開 你根本不知道這做什麼 所以一般我的習慣 因為你上面可以寫一些說明 這個 錄製劇集 我錄了什麼 要不然我的習慣上 把這個上面的 四個單引號 delete掉 然後把我剛剛的步驟寫上去 那步驟 的話 1 我的習慣是單引號開頭 第一個動作我做什麼 第一個動作我是什麼 把游標放在 12儲存格 比如游標 放在 12 OK 單引號開頭喔 第一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呢 就是在 所以你會發現 你透過這個 註解 順便學程式 游標放上去 第一個你要學 叫Range的物件 12 意思是游標 點Slater的話呢 就是一個動作 所以前面是一個物件 後面就是做什麼事 12 點Slater 就是游標放上去 好 那第二個我做什麼 輸入公式嘛 輸入公式嘛 所以2 也就是什麼 這邊就是輸入公式吧 當然我們沒有實際上輸入啦 只是說我們打勾啦 不過實際上也就等同 我們自己輸入啦 那你會發現喔 他這邊多一個叫 Active 的開頭啦 後面要Sale Sale的話就儲存格 意思就是說目前活動的儲存格 或者是說另外以後也可以叫Sales Sale加S 哪一個儲存格也可以 我們這邊不指定的話 因為我的游標放1、2 所以呢 ActiveSale 實際上指的就是1、2啦 OK 這個概念 那Formate 有沒有 Formula Formula 就叫做公式 就是後面這一串 不過呢他用的是什麼 R1、C1 這個是相對位置 這個是給 給Sale看的 我們看的會很痛苦 所以如果我們自己改寫成VBA 我不會這樣寫 但是 Sale錄製就會這樣寫 OK 好然後呢 底下的話呢 自動填滿 所以我們 第三個動作是什麼 L第三個 所以單一號開頭3 向下填滿 就這樣 OK 好 那你會發現 加了注解之後 有沒有 感覺 就會相對清爽 而且你可以透過錄製聚集 慢慢累積 你對VBA的了解 因為以後 每一個每一個 其實都類似像這樣 也就是說呢 幾乎就是說 你滑鼠鍵盤 把能做的所有事情 通通都可以透過VBA 幫你把它程式化 自動化 甚至以後可以配合AI 可以智慧化 OK 你就說以後 所有事情 甚至你根本不用 你動手 他就自動在那邊跑了 甚至可以 時間到 自動做 還可以幫他schedule schedule到 幾點幾分 像鬧鐘一樣 幾點幾分做什麼事 幾點幾分做什麼事 而且甚至你電腦不關的話 半夜可以做吧 OK 可不可以 Excel VBA絕對沒有問題 OK 而且甚至 除了鬧鐘 這種方式之外 甚至還可以 比如說 一分鐘做一次 10分鐘做一次 一個小時做一次 這都沒有問題 前提就是你只要電腦開了就好了 他就一直跑了 所以其實能做的事應該還蠻多的 只是一般的沒有把他真的發揮到 比較應該有的水準 OK 這還蠻可惜的 好 底下的話 清除我就不 不重做 因為其實差不多 我把那個 做完的這個 程式碼 其實就是這樣 就這一段 串接 然後這個 清除的話 我是 不一樣的地方 只是說加了那個 註解 所以我把它 註解加上去 改完就等一下 1 游標放在 1 2 就這個 一樣的 然後 Ctrl Shift向下 所以你會發現 Range 他這邊就是 Ctrl Shift向下 然後呢 Delete的話 就是什麼 這個叫什麼 Clear Contents 把裡面的資料 清掉 OK 類似像這樣 那我們就完成 那最後的話呢 就是再加個 按鈕 兩個按鈕的話 記得就是 從這邊插入 這個 OK 把這個跟這個做出來 那就完成 我們要的結果 OK 沒問題 那 可是你想說 老師 那可是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我自己寫的話 怎麼寫 我如果不要錄製啊 如果我永遠都錄製的話 那我可能變化太小了 我可不可以自己來寫 OK 那如果自己寫該怎麼 從哪個地方開始 OK 所以待會的話 請各位也許把 這個工作表 再複製一個吧 所以今天應該還有一點時間 最後我們把那個 自己寫的部分講一下 所以開個頭 那以後的話 我們就會 慢慢越增 越來越增加難度 OK 然後增加一點 增加一點 然後想 你們 就會越來越了解 如何 利用Excel 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那這個把它複製 按Ctrl鍵 這個叫VBA 好 如果我不是用錄製聚齊的話 那我怎麼做 那這等一下可以改 現在是兩個按鈕是用錄製聚齊的 那我現在這個地方 VBA 如何撰寫 OK 請各位先把剛剛的部分 先試做看看 並且 再多增加一個工作表 把它改成叫VBA好了 我們自己寫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好